阿囉哈 大家好 這是影片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大家如果看哲平昨天的社群啦 會發現 誒 大家最期待的東西要來了好不好 貓戰六周年 重新好不好開始紀念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這是我們六周年的紀念勳章啦 那有我們這個龍夫貓貓再加金券 還有我們這個錢幣貓貓 那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希望大家昨天看到我們的社群就會知道 我們的6週年盛大活動 777拉吧機要來了 這個大家最期待 我一直以為他要7週年才會有欸 因為7週年才可以777嘛 所以我跟你講台版的PONOS公司 大家真的要給他好好鼓勵一下喔 在下面留言趕快留下你對PONOS公司的一些 鼓勵跟想法喔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看我影片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你們知道從以前的話就是 日版的時候有很多活動台版是沒辦法跟上嘛 但是他們後來的話 全部都讓你即時跟上 然後你看我們一直都以為他不會讓我們777 怎麼可能呢 台版PONOS公司絕對讓你777 太好了太好了喔 所以是不是台版貓戰辛苦啦 太爽啦好不好 大家如果是新手或是可能你沒有玩貓戰的話 你都不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好 這個777又是什麼意思嗎你知道嗎 就是代表你絕對可以獲得777顆罐頭啦 然後再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6週年的時候 基本上1週年的時候他都會開半價 那罐頭半價的話基本上就是750嘛 所以777直接送你10連抽 所以這個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喔 太好了太好了吧 哇6週年了各位哇 6週年了 大家也陪我差不多4-5年了耶 真的是感謝貓戰好不好 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啦 啊禮包沒關係 快要到7月了 7月之後哲平的那個 潛潛的話應該 就可以稍微解禁一下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再好好支持一下哲平好不好 這呢就是如果沒辦法抖內的話沒關係 欸就多多看影片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看影片都看得開心好不好 有努力的再努力製作影片給大家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 謝謝大家 也謝謝貓戰 6週年持續繼續走下去啦 好沒有問題 那目前來說我是比較希望有那個啦 新的章節或什麼那應該就更好玩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昨天晚上基本上的話呢 欸又是打一關停一關啦 我們冒險大森林好不好 這個 四季的談笑 欸是這個紅色獅子獸老師啦 昨天竟然小精靈部隊應該還算是蠻ok的 但是紅色獅子獸老師再加上我們就是那個 海豹的話 欸海塔啦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好不好 所以我們稍微要把一些 小精靈換下去了 留兩隻妹子跟兩隻輸出上來 OK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再帶一下我們的那個 帶一下我們的紅色敵人的那個 大角色好了喔 這個阿摩羅代帝應該ok 他可以打一個紅色敵人的 然後還有要打一下一般性敵人喔 一般性敵人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 有誰可以用 一般性敵人的話呢 真的還是很喜歡宙斯耶 但是大家應該還是比較喜歡黑傑啦 我們還要讓黑傑登場喔 好 那這樣的話 不竟然我覺得 生傳奇關卡二星的關卡的話 都硬個幫幫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 再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好不好 大應 那 目前來說 好不好 比較尷尬的就是 大家都說 欸哲平眼淚貓咪的等級要升 升起來的話應該會比較ok一點 欸這點我是知道的 但是呢 沒有差P 好不好 全民心活動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啊 之前明明就一直開 現在為什麼都不開了 為什麼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大家說哲平你可以去刷 那個 那個一般的經驗關卡 那太少了 那個我們可以一百多萬開玩笑 那不開玩笑呢 希望他可以開全明星 在六周年的時候 好那這關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那個貴賓犬犬的傷害 其實不會說非常非常高 那昨天基本上一開始被他嚇到 所以就直接把我們那個角色都噴出去了 好我們這邊就派一隻我們這個 派一下漂流貓 看一下能不能暫停到他們就應該就ok了 好我們這邊的話就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 喔等一下好像還是要需要一隻只有貓神 只有貓神基本上ok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打完我們就很快就會 把那些比較麻煩的叫出來了 沒關係沒關係我先慢慢來喔 好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 你們可不可以咬死我們這兩隻 這兩隻其實很不硬的啦 快咬死他們啦 完蛋 這兩隻就要讓我們 那我們吃大虧了 好沒事沒事我們先一萬五 好一萬五往前看看好了喔 來來來來來來啦來了來了 那這邊的話呢我想一下 啊我又忘記我有帶那個阿波羅代帝 我以為我沒帶到那個打那個紅色敵人了 ok喔這隻走很近 好沒問題那交給我們的 黑鐵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阿波羅代帝 應該是雙美女神來打一下這關 我覺得應該ok齁 因為雙美女神這邊的話 一個打一星一個打那個 一個打紅色敵人 nice 加油加油阿波羅代帝 開轟開轟 哇怎麼好像他也舔得到啊哇塞 開轟開轟 我們這樣讓那個下降了 打後面去一點點 阿波羅代帝為什麼一直往前走啊 為什麼啊 哎 nice 這個好 這打力好啊 啊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哇完了 我們黑鐵掛了 我們先努力想把放那個 實體獸老師先打死應該就ok了喔 好險我們有抽這個 巧克力版本的阿波羅代帝 好險還行 但是我們這隻海豹好像被我們車爛了喔 哎好像快打到塔了 掰了 哎不是 這隻也太硬了吧 哎在打塔啦 啊完了 在打塔啦 GG啦 哎這是從這實體獸 太硬了吧 不是 完蛋了完蛋了 死定了死定了 妖獸了 哇 我看一下那個 紅色死定獸有沒有被我們打爛喔 看一下 氣漆 這應該是那個 這應該是那個 一星的那個 一夜樹懶的喔 好沒問題 那來啊你要玩是不是 雙眉女神登場好不好 我終於有機會讓雙眉女神登場了耶 nice nice我想一下喔 那水精靈下去囉 抱歉囉 讓你先休息一下喔 來 雙眉女神登場啦 不一樣了不一樣了 來來來來 我想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應該要把陣線再派出去一點點 拉出去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邊 漂流貓 好 然後就開始存錢喔 因為剛剛都是太太前面 太太太到我們卡下了 哎哎哎哎 哎等會等會等會 哎 踢死他們踢死他們 水水水 踢了他們踢了他們 你可以的 交給你了 啊 交給你們了 拜託囉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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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張岐子好像 哎呦呦呦 有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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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 那 刷爆一只 nice 我刷爆一只嗎 我這樣可以刷爆一只哦 好像不行呢 他刷爆一只 nice 他超過兩隻了 Nice 踢死他 踢他 踢死他 哇 小人 好棒啊 小人 可以可以可以 穩定穩定 穩定的輸出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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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疊錢疊錢 疊錢錢時間啊 可以可以 舒服舒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邊的話我們就 這都沒有再出貴賓拳囉 那我們待會可以那個 雙美女神登場啦 沒有問題 漂亮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喜歡你們一直在這邊打 兩隻 應該也射不到他們吧 他射得到喔 完了 悲劇 死定了 我以為射不到欸 結果射得到喔 沒關係 再存點錢 靠小人了 好啦 這邊開始要疊這個了 好啦 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 基本上 全員直出囉 這次輸我也不知道怎麼贏了喔 這次輸我也不知道怎麼贏了喔 我們來黑傑留後面一點點啊 這次輸我也不知道怎麼贏了 來來來來來來來 黑傑 來來來來來來來 黑傑 黑傑 加油啊 別鬧別鬧喔 可以可以可以 欸 雙美女神 雙劍齊下 看你們是異星的怎麼搞 欸 雙美女神開玩笑 來來來來來 姐妹 第一次出擊 美麗聖結弓箭 兩發紅紅紅紅 可以可以可以 剛好一個打異星 一個打紅色敵人 欸 這兩隻真的是丟欸 這兩隻真的是丟欸 大家 如果之前沒有抽到這個 巧克力的這個可以抽一下 他剛好可以打這個紅色死獸 可以 直接刷爛 然後另外一隻異星 再交給我們的 哇 可以 哇 送美女神 七七七 太神啦 哈哈 沒有問題 哇 好嗨 太嗨吶 沒問題 欸 這隻巧克力的 打紅色敵人真的很猛 因為以前我們紅色死獸 呃 紅色死獸的話 我們都是靠那個二號機嘛 那二號機基本上 如果前面沒有一個角色 比那個死獸老師更前面的話 我們會直接被他車爛喔 所以這邊有多了這個 巧克力的這個美女神 哇 太神了 欸 這他應該出各種屬性美女神 各種屬性美女神都要出一隻 再出個不死的吧 好不好 再出個不死的 然後再出個一般的 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四隻美女神登場了 哈哈 現在這個好像是 異星的是我們的原本重城系列的嘛 然後紅色黑色的是巧克力的 有沒有 那現在還差不死的 還有我們的那個 嘿嘿 還有我們的一般的 好不好 出多一點美女神吧 PONOS公司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的那個 六周年的前戲喔 前置作業 現在登場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領一大堆 就是我們一系列的那個 六周年的前置獎勵 然後再來最棒的東西 就是大家期待的 777轉蛋喇叭機來了 真的要在下面 好好給PONOS公司 好好鼓勵一下好不好 在下面留言留起來啦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品牌見囉 大家掰掰囉 掰掰